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的社会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很多很多好的力量正面的力量 然后我会希望自己这两天的演唱会自己的歌声都能够带给大家他们需要的力量 大家想看我哭你们看我哭不觉得很腻吗 就是不觉得我哭太多了吗 还好啦 你们想看我哭喔 好我准备一下 没有啦 演唱会的时候说真的每次演唱会就是我最不能确定自己会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常常觉得演唱会每次大家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东西 然后所以好吧我好我哭还这样规定我好 圆了歌手梦还是不忘演戏滋味的曾佩慈 竟然发笑豪宇说愿意为艺术牺牲落伐 就如果李安导演愿意找我拍点 没有这玩笑就是为艺术牺牲是我觉得自己做得到一件事 那我觉得发型本来对我来说就当然很重要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短发 所以其实我看过那种剃光头甚至剃平头都很好看的外国女明星 我自己觉得如果那个状态可以把戏演好并且是漂亮的 那就是非常值得挑战的事情 穿着上尺度也都OK 穿着这个尺度就是稍微小了点 就是可能等我岁数再大一点的话 我再来想就是要等我更有自信一点对身材对 发片后销量人气都一飞冲天的邓佩慈 谦虚的表示希望自己不要受限于眼前的好成績 这七年发了一张专辑 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接下来的每一张专辑 然后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够不要因为成姿就定义自己 因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到底可以给出什么 所以我现在我真的一直没有那种哇哇哇秒寿好开心什么 就是很平常心 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是应该的 反正反正就卖你坏了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啊 就是我我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有会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我比较容易紧张 然后我会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反而会更更谨慎 我要用新闻网 你不要再害我 采访网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